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条友我是新西兰的易得投养 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说一说另外一件事 现在网上有点热话 就是说宣明会 即是World Vision 坐养的年轻又烟又走又跑车 是的 这件事 当这件事由社交媒体人写出来后 说他坐养的人原来也不是没钱的 正如社长刚才所说 坐养的小孩已经是年轻人了 生活都蛮捨异的 在社交媒体上刮到那个人 太厉害了 看到他又烟又走又跑车 究竟坐养了什么呢 坐养了很多年 究竟宣明会 搞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骄傲人钱呢 是的 你说 传出这件事呢 是令人气馁的 其实宣明会呢 推出这些坐养计划 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呢 其实这件事可以收拾的 我觉得 不一定的 就是我的看法 这个一定要 就是要看一看现实的情况 现在当然很多人罵 每个人都求坐养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 求坐养的人很多 就是说 坐养可以又烟又走又跑车 我自己都没有这样的钱 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我不是为宣明会势白这个要说 宣明会有很多事情 很多坏事 老实实都是 某程度上是有些问题的 当然 就是澳洲那个 为什么又会牵扯到澳洲呢 这个要 告诉你 澳洲那个宣明会 都是搞同样的事情的 这个要说清楚 就是澳洲为什么会 就是宣明会 都是有人捐钱呢 其实他都是这样的 跟香港宣明会的做法一样 他全世界都是一样 其实我想说 澳洲新生人都是 他做一幅图给你看 有个小孩 你捐了钱给他 他就寄一些东西给你 其实大家要记住 你捐了钱 他会写一张圣诞卡给你 我告诉你 那个年轻 根本九成都不懂英文 现实就是 有些人就寄一些圣诞卡 寄一些东西给助养的人 好像人和人之间有个楼带 实实 这个呢 就不是真的 从来都不是真的 在宣明会的情况 宣明会不是吞了钱 这个我们也要说 你捐的钱 宣明会真的拿去帮人 这个是事实 但是 从来有一样东西 这个要说 就是宣明会 他的钱 究竟为什么会找小孩上 其实是那个地方 有些人搞的 就是受座的地方 有些人搞这些 卡那些 寄回给你的 就不是那个年轻 寄回给你的 如果是宣明会的话 要记住 那 AppSum就说 很久之前我朋友收到一张照 跟我侄女的一样 其实 老实说 这些东西 其实在外国说了很久 纽约时报 2016年8月2日的报导 已经说过了 就是 纽约时报的中东记者 荡室路 跟着 找到那个 澳洲警察帮手 是 那一到聊天 就聊了这些 有趣的事情 其实那个 为什么 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是中东记者 但是他在澳洲 在澳洲 荡室路 是Sydney 又刚好 好 刚好 就找到一个 澳洲警察帮手 是 澳洲警察 这个人 他十几岁 已经捐钱做 助养儿童了 其实他是 他助养 其实我觉得很好的 心理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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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西方是不是全部都是坏人 我告诉你不是 其实西方有些人 是利用了西方那些纯良的人 善良的人 同情心去做很多坏事 西方有坏人 坏人就坏到贴地 好人 其实整体来说 西方好人不是少 我自己告诉你 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很多好人 但是 有很多人 这些 是的 但是他看到这些东西 心就会硬了 就是觉得 哇 你原来是困我的 有些这样的感觉 但是不要紧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现在 如果有助养儿童的猛友 有助养儿童的猛友 就继续做 因为那些钱真的是帮到人的 但是 你不要想着那些钱 就真的 会丢给他 寄给你那张卡的年轻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他的做法就是 譬如一条村 有很多个年轻 那些钱就不是直接 退到那个年轻 他那里有个设计 就是他就会帮 所有的年轻 你收到那个年轻的照片 他是其中一个受益人 他会是其中一个受益人 但是 他不一定知道 有人帮了他 你要明白这一件事先 他可能会知道 整条村 宣明会就去搞些东西帮他 但是他就不会知道你是谁 事实上 这个你要明白 就是 宣明会 他们现在有些东西 他自己弄过一个网站 駁斥 不是的 我们真的有私人的联系 你不要说 这些是大话 真实实 你们没有骗钱 我相信你们没有骗钱 就是说真的 那些钱真的去了帮助人 但是 你做了几次的事情 那些照片有一样 一样很多 一样的照片很多 之后 还有就是 真的去找那个受助者找不到 有人真的去找的 试过几单 不是一单 说真的 宣明会 一定要说清楚出来 你们究竟是如何操作 现在就是 宣明会有很多东西 但是他在他的宣传那里 其实他不是实话实说的 宣传出现问题 明显就是 就是 他是一个慈善机构 对的 有很多贫困儿童的 样子和那些 经历 放在那里 就说你39美元 就可以帮 那些小孩 改变他们的世界 钱是能帮助人 这个是事实 我告诉你们 钱是能帮助人 这个真的不是错的 但是 你要记住 他们不是真的 建筑了人和人的楼带 你要明白 这件事情 就是你去捐助一个人 没错他是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 不一定知道 你捐了钱给他 其实就是这样 可能只是知道 有一个机构 来帮乔村建了一些东西 他是其中一个受益者 他只是知道这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人 跟他拍照 之类 做过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知道 是宣明会 他只是拿了那个人的照片 拿来做宣传 因为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 你要记住 其实宣明会 他是一个跨国组织 他在每一个地方做的事情 是有差异的 刚才有网友说 不是的 宣明会柬埔寨那边 他真的找到一些受助人 我就是说 这个情况 这个不是的 这个情况 不是通例 只能够这样说 我说的情况也不是通例 所以 不同国家不同操作 我就是跟大家说 你想着帮人 你继续帮 没问题的 帮人继续帮 但是不要想着 有一个人会记住你的恩典 记住你的善事 记住你助养他 在宣明会那种操作 你是做不到的 我告诉你 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不想你联络他 那些受益人 他不想你联络他 现在人们当然是说 找笨实 就是说 你为什么又烟又走又跑车 我也要说 帮了人就不要算这些了 有时 我的看法 都是 跟我们做善事都是一样的 就是 你不要管那个受助人 是不是一定值得帮 这个不是重点 其实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 说一句老实话给你听 就是宣明会有些操作 我自己觉得 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澳洲警察 叫Brandon的例子那里 是 宣明会叫他 给多些钱 他就说 正在帮那个年轻 提供必需品 例如足够的食物 接着就说 这些钱就是 要帮他的社区的发展 就是好像 他们 就是 他们的信 根本不是那个年轻人寫的 是他的宣明会寫的 就是 结果就是 有些人就觉得 这样就被人欺骗了 但是我就告诉你 如果 你这样觉得被人欺骗了 其实就 不要 就不要 不要这样想了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捐了他的钱 他真的有用到在他的社区 他不是自己带了 就是宣明会不是自己带了 宣明会当然 他不是百分百的钱都扔到社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要营运 他的营运 大概 我了解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就是营运的洗费 百分之二十 那80% 下去大部分人那里 我觉得已经很好 那当然 有没有误导性 就是宣明会有些信 有的 公道说有 公道说有 公道说有误导性 但是 他那个误导是不是做坏事 严格来说不是 就是 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其实就是宣明会事实上 在澳洲警察赞助的小孩 那条村子做了很多事情 大家知道 但是 那条村子的小孩 是不知道澳洲警察的存在 就是Brandon 澳洲警察的存在 而澳洲警察 Brandon就以为 一直在了他 他们那些受益人 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 还有 有时 寄信聖诞卡给他 自己寄的赞助人 寄信聖诞卡给那些受助人 他都不信耶稣的 你寄信聖诞卡给他把鬼 是不是 好了 中东 有些人收了一些聖诞卡 呆了 什么 什么 好像另外一个星球来的明信片 怎样 其实某程度上 只要你不去深究这件事 你是不会知道的 你的钱就做了善事 你自己的心都舒服 也都有人受益 本来就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 但是 这个Brandon 他真是自己去找人 最坏就是 他自己走去 因为他就是资助巴勒斯坦的人 他自己走去巴勒斯坦 真的 不是说笑的 就是这件案子 这个案子 就是2016年说的 这个就是纽约时报 其实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这些善事是真的 但是 那个受益人给你的信 就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就是孙明会的操作 那 Vicky 就说过去十年 我已经捐助了五个小朋友 其实你捐助了的钱 那些钱 真的是为社区做到事的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觉得 宣明会 骗了你 那个问题就是 是 我认为宣明会 他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 宣传上 就用了一些 不太恰当的做法 很明显就是 你不要真真正正的 把他们所做的工作 反映出来 反而 就不停挑动 捐助者的同情心 是 因为他要这样的 其实他的做法就是 让你和人和人之间 有个扭带 你可以捐助多些 他的操作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和他一体 大家是很接近的 他给出了这样的感觉 但事实上 你是找不到这个人的 而宣明会 也不希望你去找这个人 就算你真的有心 找到他出来 他也不懂你的 事实上 那个受助者 是的 其实你想想也没什么可能 说真的 他是世界性的组织 你想想 你去吃麦当努 麦当努会知道你是谁 当然不会知道 是大企业 总之就是 还有一个跨国性质的东西 你不要想着 真是助养的人 真是那个 你助养的钱 就不是真的 配到一个人 你要记住 就算宣明会怎么说也好 宣明会其实说真的 某程度上 他现在还在骗人 我也要说 但是 他善事那方面 没有骗人 但是他继续是用 助养同伴 有些地区 我也要说 有些地区 真的可能会 找回 你助养的人 是可以相见的 是可以的 是的 有些地方做得到 但是 不是百分百的地方做得到 所以他应该 跟别人说 你说清楚 不要乱说 是啊 尤其是 你一定要说清楚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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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用社交媒体 再加上 你要找一个人 拿一张照片 搜索 很容易透过电脑 可以变成 究竟是那个人 在哪里 尤其是社交媒体 都可以找到 然后你直接可以 私信给他 问他 我再让你 一私信 整个故事就拆穿了 好意思 我告诉你 如果大家想做善事 其实我不会建议世界宣明会 这个我也要说清楚 因为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人等着你帮 你帮一些国际性的东西 在香港来说是没用的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本地有很多人需要资助 举个例子 现在你在宣明会 坐养一个年轻 是9元一日 港元大概 你去保粮局 坐养一个年轻 是4元 是4元 而且 保粮局 大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保粮局 在香港很多年了 大家知道 保粮局 我不是帮保粮局买广告 我也要说 但是保粮局 保粮局 其实就是这么说 你可以坐养很多人 老实实 那4元 你可以坐养个别的人 或者赞助一个家舍 或者坐养几个年轻 或者赞助一家 或者几家家舍 你捐款捐 当然 保粮局有要求 捐款最少捐一年 还有 你现在坐养每个小孩在香港 每年港币就1500元 那你还可以选择 配不配定一个小孩 你保粮局捐钱就是这样 还有 你上了课后 他有个探访导向班 在保粮局那里 嗯 你完成了那个班 你就可以去探个年轻 这些呢 就真的 人和人之间 是有个楼大 当然 就是 能不能够 就是 做多一点呢 各位 我自己觉得 你现在 现在说的捐给非洲的地方 他不会知道你是谁来的 说真的 事实上 我的看法就是 事实上 孙明会这个中间人 是不老实的 我也跟你说 我不是想抹黑他们 我现在就说 我们知道的东西 说回给大家听 他的钱就没有骗你的 首先 他是拿去帮助人的 他真的是拿去帮助人 但是他就 他就 基本上就是 不是太老实的方法 来做宣传 我觉得 某程度上是 是 所以 我建议就是 如果你 捐钱 其实最好就是捐当地 比如你住在香港 你捐在香港那里 捐到内地都可以 但是 其实香港也是有 大把人要你帮的 其实现在香港的情况 不是那么乐观的 其实大家都要知道 还有 保粮局呢 那个助养收入 是全数用于拓展 和优化儿童 青少年 和家庭福利服务的 其实就是 所以 我不是 我不是想帮保粮局 买广告还是怎么样 我没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 我们不会做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是不会搞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就 告诉你 就是 现在 能够做的 最好就是 帮回本地 我不是说宣传本土 那些什么 我说真的 是国家的 但是 那些 跨国性的 那些 慈善组织 其实 不是很 帮到人的 有些情况下 就是 老实实 就是 我自己 觉得 有时候 你根本都不知道 他搞什么 你更加 没办法监察他 就是 这个就是我的 看法 所以 我看到 大人 阿清就说 社长 我有亲自参加 宣明会的活动 我就不同意你的建议 嗯 我这样觉得 如果你有参加 是没有厚非的 你可以继续参加 你可以继续 我的建议就是 你如果参加了 你继续做 但是 那个实际的问题就是 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觉得 你助养了那个人 你真的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扭大 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 不是一单 不是一单的了 我都要告诉大家 我们说这个议题 我们预认了有些人就说 不是 宣明会都很好 我们都说了 很明白的 钱那里 宣明会是没有落格的 严格来说 他们真的拿去做善事 你先说这一件事 他们拿去那条村 假设他拿去那条村 他不是直接把钱给了那个小朋友 他是当地有一个计划 例如一些建设计划 水利计划 什么都可以 钱是放在那里 其中一些受益人 就是类似这些小朋友 不是直接下去的 要知道 是不同的 其实性质是不同的 跟你收到这些宣传品 然后回来 好像跟他认识 他有空就 做一封圣诞卡给你的 每年都年底 好像真的 你跟他认识一样 事实上 那个小朋友 那个受益人 他不认识你的 你可以捐给其他地方 我没有说不要捐其他地方 如果你捐开 你可以继续捐 我们都说了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跟被助养的人 已经有一个扭带 这些当中 已经有很多案例 都是你助养的人 跟实际的人 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的 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如果是宣明会 我刚才当然有网友 大人得青 他也说 他也有参加宣明会的活动 我都说了 你捐钱 各方面的东西 没问题 助养的计划 某程度上 你每个月捐钱 都是对的 我们都要说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可以找回助养的人 这一件事 就不是 人人都做得到 我只能够这么说 我不是说 个个都做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 说的东西 其实都很温和 我们也没有 好像网友 狂闹这个宣明会 我们只是说个现实 给大家听 就告诉你 现实就是这样 小南说行政费这么高 帮人效益成二 其实也不是很高 你想想 百分之二十 其实就不算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 大个机构 大那么多人 还有你安排一些工作 其实都是要行政费 都是要成本的 都是要成本的 是啊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继续捐 可以继续捐 没问题 但是不要有太多 不切实际的期望 我只能够这么说 还有 其实做任何善事都是 你不要想那个受益人 你要记住 不要想那个受益人 是不是值得受益的 因为你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骗 其实这个问题 你捐了就算 但是我们当然 有些人说 那你双重标准而已 政府那些 你要查别人 骗不骗 当然有些人会这么说 但是我们告诉你 这个不是双重标准 政府做的东西 不是捐出来的 你要记住 政府拿出来的一分一毫 那些不是捐助来的 那些是人民的血汗钱来的 是税金来的 是税交出来做社会福利的东西 所以社会福利部门 是一定要做得有效才行的 捐钱那些 老实实 慈善机构有没有效 这个是捐那个人觉得有效 就没问题 但是 纳税的情况是不同的 不是纳税党 是交税那个 不是纳税德国的纳税 纳税的人 他们是有权要求 政府是有效地去用那些钱的 你要记住这一样东西 不是双重标准 千万不要乱参加 好了 其实香港不是只有一间助養的 其实有好几间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国际性的助養 其实实际上 那些钱是帮到人 我也要说回 钱是真的帮到人的 就是国际性的机构 钱是帮到人 但是真的不要想着 你和那个受助人 真的是父子 母子的关系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捐钱真的要说回 你去助養人一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觉得 楼带真的建立了 要记住 因为现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要说回清楚 因为有些人的期望值很高 其实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人罵呢 就是因为对整件事的期望值太高 你对整件事的期望值太高的时候 一旦有落差 很痛 反感很大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我觉得被人欺骗了很多年的感觉 现在就是不少这些案子出现了 所以令人就变得很失望 但是事实上 我始终真正的问题就是 在宣明会的宣传方面 是不是走错了路呢 还是做错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应该把整套东西 就是清楚一点的说给人知道 那就会好一点 就是给了一个错的期望 那些捐助者 这一件事就不是太好了 我觉得 其实在香港不是第一单的了 就是这单 你要记住 这单不是第一单 之前有一单就是 那个受助人其实已经成年了 接着记了一张 就是搞过年轻一点的照片 记了给那个捐助人 之前有另外一单的了 其实不是只有一单 如果只有一单 我们不会讲的 老实实 其实我们是知道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些人就开始 骂宣明会 其实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应该 不应该 就是猛烈低评的 我觉得 因为事实上 这个组织 因为他捐钱 那些钱真的做了事 真的做了事 是的 那些钱真的做了事 但是你说 他是否真的可以找回那个受助人 我自己看法就不是了 很多情况都是 只能够这么说 那康尼斯就说 助养孙明会 可以捐捐中国小朋友 中国还有很多山区小朋友需要帮助 其实我觉得呢 内地是 慈善是难搞的 就是究竟他们 孙明会是否能帮到内地人呢 我自己拗头的 说真的 就是我自己是 是拗头的 那其实有其他方法做的 那么 我们稍后可以 说回那个情况给大家 就是 好像古先生那样 去搞学校那些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那些就 容易搞很多 还有呢 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城下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内地是有些人要帮 但是你内地呢 那个 水呢 也是深的 所以我就 从来都是说一句 除了 希望工程之外 其实内地我是 不建议大家捐任何东西的 说真的 还有就是水灾那些 特别的那些 我觉得应该捐 但是其他东西 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我也要说回 就是 希望工程 古先生 搞学校那些 那些 我觉得是值得做的 但是 其他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东西 你真的要做得有效 其实 要有方法 因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孙明会他 上内地做 其实他本身 都不容易的 究竟他实际上 行不行呢 我是很怀疑 我操钱的看法就是这样 他们收了的钱 做善事是真的 我相信他可以 是真的 收了钱是真的 但是在内地做 是很难搞的事 因为其实现在 说会在内地 助養 其实有很多 不同的组织 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自己 其实为什么会有 问号呢 就是 究竟他在内地 是怎么做这些事情 没有说出来的 是不是 你想想 那 Rita Kwan 又说 妙袍 是帮内地山区的儿童 我不是说内地的山区儿童 不用帮助 这个 是要帮的 但是 现在 内地 山区的情况 是不是很差呢 其实就没有以前那么差的了 其实有改善 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的工作 都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是啊 那 W 吹吹就说 早半年 已经有报道 受助 小朋友已经长大 但是相片中 他手上依然拿着好几年前的书 那其实 我就说 这些就是实际运行的问题了 他那个钱实际上就是帮了人 但是 你不一定是落了那个人 你要记住 实际上是帮了人 但是不一定是那个人 这是有差别的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项目在做的 例如水利工程 建学校 很多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工程 都是需要钱的 一般来说 那些钱都是去了 这些工程那里 就不是直接递给那个小朋友 哈哈 就是 内地呢 其实 都有很多人做慈善的事情 要明白就是 但是 你也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 现在有很多在香港说可以 真的帮到内地的机构 我怀疑他们上内地都有问题 有一部分是 所以 我是有怀疑 只能够这么说 那 Carol Child就说 可能 不是骗 但是跟进方面做得差 不是 其实他们没有骗人的 就是我们也要说 骗人就不是 那些钱真的用得其所的 就是 宣明会 其实你找回一些报告 其实他们 都是有做事的 都有的 是做到事的 那 不是骗人 就是我们要说 就是 不是真的骗了你的钱 不是这样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罵 就是宣明会骗人 或者其他的慈善机构骗人 就是骗人呢 不是没有 有些机构是会的 但是 宣明会就不是那些 严格来说骗人的那些机构 那 好了 内地的情况 我们迟些有机会再说 就是内地做慈善是要做的 但是 不是好像 某些人那样 乱叉 那样做 就是 内地的情况是 难搞的 为什么 大家都会记得一件事 就是国美美事件 要记得 就是内地的红十字会 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 内地 不是不做得慈善做得 不过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做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不是说中国红十字会 信不过 只不过里面有些坏分子 出了一个坏分子 这样的意思而已 其实每个机构都有坏分子 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我们的乔包都有做的 就是在外国的乔包 都是怎么做呢 就是经乔武办 有个网友都说 Mavis说乔武办可以帮到手 是他们真的帮到手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要做这些 最好跟回官方 跟回官方 不是说 隨便一个会 这样 你说 我都不信官方 如果你不信官方 我就建议你索性你不要捐 就是这样说 因为到最后 到最后 到最后 你怎么都要跟官方合作 在内地做事 你不跟官方合作 根本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现实 如果你说 我反对内地官方 我捐给某些组织 让他们去搞 我可以告诉你 那些组织 不跟官方合作 他什么都做不到 在内地 事实上 世界宣明会在内地 都获得官方 即是 跟内地官方合作 所以都不是说 信不过 只不过 他现在有一些 流出的故事 就 比较 宣传方面 做得不太好 不是说反对 或者说 要加入这个组织 只不过 大家对于 那个期望 就是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事实上就是 亦都不要尝试 找回那些受益人 钱是帮到人 这个期望值的问题 钱是帮到人的 你捐了的钱是帮到人的 但是 不是 好像某些人所说的 就是说 你捐了的人 就是那个人 不是这样的 事实是有差异的 一定要说回 好了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件 我也要说一说 除了 这些捐助 这些出现问题之外 就是助养人 不是那个人之外 其实 有些 我不是说全部 就是有些 组织 那个 老闆 就是 那个 CEO的人工很高的 现在这些都是被人罵 但是 你要聘请一个CEO 你叫他完全不收钱 其实又不适合 那 就是 人工很高那方面 就是这个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他 人工是高过 特区官员的话 那就不适合 要记住 特区 特区官员有很多级 但是 如果你高过一些局长 就是做慈善机构的人工 是高过局长的 就是高过香港的局长 不是副局长 高过香港的局长 其实就不适合了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这个也要说 那些机构 有些人工是很高的 如果去到局长级的人工 香港 其实已经很高了 再过这个数 不要捐那些机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粗浅的看法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这个我也要说 这个真的没有针对任何人 也不是针对任何组织 当然 有网友会不同意我的说法 但是始终都是要帮一些 有需要的人 还有Ricky Lam说得对的 就是私隐莫望报 这个是真的 没错了 MHK0030 就是海外NCHO 拿不到牌照 不可以独立运作 所以大家 小心一点 就是 其实 所有东西都不要期望太大 就算 我跟你说 连保粮局 刚才我们说的 你都不要期望太大 只能够这样说 就是有时 当你期望太大的时候 失望就会越大 这个是 我告诉大家 Chloe就说 我去过几次宣明会 的晚宴 他们有放纪录片 介绍宣明会 去国内山区 帮助当地的贫富儿童 其实 这个我们也要说 真正帮得到 内地山区的人 其实是 真的只有政府的政策 我告诉你 当然 你的帮助 捐钱是有帮到 不是 没有帮到 但是 其实都是要政府的政策去做 他们都是一齐配合做的 是啊 都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才能够在内地展开他们 就是这些慈善团体的工作 Winnie Tam就说 听过宣明会的高层 坐飞机坐头胆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那我也不知道 这些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不敢说 不知道就不说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拿出来说 譬如有一些 我不说哪间 有一些组织 他们CEO的人工 是高过香港的局长 局长级人员很多 老实实 这样就绝对不对 我的看法就是 所以 大家做善事可以继续做 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做善事 但是你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 我只是说这一件事而已 太高的期望值到最后 自己就会发怒了 好像我看到那些人 现在在Facebook那里 是不断闹宣明会的 不停转载 没意思的 不用这样 就是我们特意说出来 其实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们说的 对宣明会都不是百分百公道 但是 你要记得 我们的重点 都是叫人的期望值 不要太高 那 辉日而浪薯片 就说局长月薪 大概是35万 那其实就是 一过了这个数 你算一算年薪是多少 因为通常 外国的公布出来 就是年薪来的 我知道有些 慈善机构 就高过这个数 那是太过分了 其实 我的看法就是 那是不适合数的 我的看法 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 所以 有些东西 可能我刚才说的 可能得罪了有些网友 但是 都是要说清楚了 最主要 叫大家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很多东西 都是期望值的问题 那内地磁线 那我们有机会 会再说这个问题 就是内地那些东西 有些位置 水狠深 就是用内地的说法就是 坑亦多 所以一定要小心 节目时间到这里 好吗 就这样 拜拜